有人不明白地说 我们都信主 有永生 最终的目的都已经达到 为什么还要操练灵命呢 这个话题说来话长 简单地说 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只是走出第一步 后面的路还是很长呢 神要纽制我们的思想 行为 习惯和性格 这个是信主的必经过程 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注意你的思想 它将影响你的行为 注意你的行为 它将影响你的习惯 注意你的习惯 它将影响你的性格 注意你的性格 它将影响你一生 所谓的思想 行为 习惯和性格 不过都是外面的表象 根源 是在于内心是不是真是尊主为大 就好像保罗在《二误所书》四章二十三节那样说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生 并且尊赏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性结 曾经有一个姐妹分享她信主的一个经历 在她年轻时候 她有一个朋友大去信主 那个人满口都是属灵的话 句句都是金句 但是她的行事为人 都不过是一个江湖骗子 就是因为这一个人 这位姐妹误解了基督教很多年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 属于老我的那套思考模式 言语模式 行为模式 全部都要根深升级 这个就是灵命的粗恋 不是我们都会成为人家口中的江湖骗子 不是我们都会变成为Online 我们,当該战胃 hashtags 没有魂的 但是可以给下战胃 所以你们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